透过游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也希望能够宣导安全观念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主办的 林景赞过午观拼乐高亲子活动 利用假日开办 林景赞就是取其谐音 林景赞也赞赏这些父母带着小朋友来玩游戏的同时 能够建立正确的生活、校园、交通等等安全观念 本次活动我们是希望借由赞助厂商所赞助的乐高玩具 吸引家长带小朋友进到走进警察机关 那我们警方也利用这一次机会 那宣导小朋友能够守法注意交通安全 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找到警察的协助跟帮忙 我们设计五个关卡 这五个关卡的名称是由我们分局五个派出所的名称所产生的 那会有传五官这个构想是因为我们分局代表分局的意象logo 就是关公 在古籍里面就有所谓过五官 斩六将 那我们就取前面的过五官 那每一个关卡他所设计的题目都不一样 那小朋友一定会在这一次的宣导活动玩得很开心 在林雅分局这里一楼到七楼分别以邻近的警察分局来命名关卡 从成功 名权 凯旋 福德 道三多 父母带着小朋友在不同的楼层闯关 各分局也动员警察来当关主 要闯过五官拿到企业所赞助的积木 并拼装完成后才算过关 前几名的小朋友会再得到额外的奖品 今天参加林雅分局办的过五官拼乐高游戏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小朋友 第一个他就是不会害怕警察 那第二就是他从这个过五官的游戏当中 就学到很多我们一些警察的尝试 就像我们如果有邻居发生家暴的话 小朋友就知道要打113 那也有让他自己试着说打打看 让他有这个勇气去试试看这样子 你今天拿第几名 第三 你今天拿第三名 借由此活动也能够让亲子参观警察局内部 此活动不只预教于乐 同时也达到安全宣导的目的 法杰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导 哪有时候 你对我发动不批判